大家好,我是江湖 今天为你揭秘的是动作剧情电影《剪辑救援》的幕后花絮 导演林超贤太魔性 活生生将剧组变成了健身班 为了追求电影的真实性 林超贤不仅带领众主创门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海底救援知识 更是督促大家在水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职业练习 最终,所有人都在炮牢考取了潜水症 而他的外号也从魔鬼直接转为了禽兽 演员星之雷就曾提到 自己每天都被导演练到边缘崩溃 长达八九个小时的水下训练 使得他收工后,衣服全都粘在身上 要靠工作人员帮忙才能脱得下来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正是因为他们在前期做组准备达到了职业舞级的标准 才在后期拍摄时感觉到很轻松 网上爆料说,这部电影耗自弃义 倘若你知道林超贤大手一挥买了一架飞机 真实拍摄海门坠毁事件就会觉得毫不惊讶 记者出身的他,真的是每次拍电影都会当做计时片去拍 这种题材他知道拍起来很难 而且只会做这一次 那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他觉得那些大部分要靠在电脑上画一画 修一修的作品不能算是电影 哪怕是搭建远比例对仗还原的场景 肯定也有很多不真实的地方 而将生活中很难看到的画面 在电影中变作现实,展现出摄人心铺的力量 也正是林超贤在创作中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在日常的拍摄中 林导的打扮也是独具风格 很嗨,很带感 他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每天的工作 创造一个积极的氛围 与其臭味相投的彭宁燕 自然不用多说 演员王彦霖就对林导的处事风格敬佩不已 他曾在采访中说起 只要是演员能做到的 领导也一定可以 演员也做不到的 那领导肯定会提前一天去亲自找镜头 而能在红海行动后 接到紧急救人中 赵诚一角对他来说真的是爆炸性惊喜 因此,王彦霖在后期薄命拍摄 听力受伤住院的时候也是毫无怨言 还有一次在墨西哥拍摄时 王彦霖一个人潜到能见读很低的海底曲径 中间发生意外丢失了呼吸管 差点就上不了岸 幸好有工作人员注意到这险情 等拍摄结束后 回到海面的王彦霖 第一时间就失了眼眶 但也是在第一时间 赢得了墨西哥工作人员的掌声 而领导则特别满意演员 在水下的真实反应 拍摄结束后 也首次罕见地在水下三千尺深处 开香槟进行了庆祝 期待紧急救人的早日上约 更期待我们的生活 能早日恢复正常 大家都能够摘下口罩 走上街